MySJetra更新啦 没错 MySJetra在7月30日增加了两项功能 第一个是自我检测报告功能 第二个则是SOS按钮功能 方便大家紧急求助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使用这两项新功能吧 欢迎收看老友学科技 一个让长辈学习新科技 跟进新科技的教育节目 若你的MySJetra已经是最新版本的话 你会发现里头已经增加了自我检测报告 还有SOS按钮这两项新功能了 我们先看看怎么操作SOS按钮 方法很简单 您先点击SOS按钮 手机将会自动跳转到紧急电话号码 999的界面 让我们在紧急情况下 可以迅速联络相关单位 向他们求助 但如果我们怀疑自己可能确诊了 怎么办 随着各大药房陆续上架了各种自我检测仪 我们不仅在家就能够完成自我检测 我们还可以把自己的检测结果提交到MySJetra上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学习怎么提交自我检测报告的功能 点击进入COVID-19 Self-Test 自我检测 我们会看到三个选项 包括自我检测仪的基本信息 更新自我检测报告 还有购买检测仪的选项 但截至8月3日为止 MySJetra里头还不能够购买到自我检测仪 相信在不久后 相关单位就会把各种品牌的检测仪加入到里头了 那当您完成了自我检测后 您可以点击自我检测结果 接着输入您的基本资料 如电话号码 姓名 电邮地址 地址 获取自我检测仪的方式 测试样本的种类 以及测试结果 点击提交 这样你的报告就算完成了 这两项功能您都记住了吗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别忘了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您就能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 和更多老友一起学习新科技了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